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263集 我在冲击炼神镜 卧槽 看到狗铺老板的瞬间 许清安脑海里就只剩下了这个字 许久之后 才是茫然和愤怒 以及微微的后怕 茫然是没搞懂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愤怒是感觉自己智商被侮辱了 后怕则是对方如果图谋不轨 自己当时很可能中招 李妙真说 此人叫梁有平 与中民不同 他是云州本土人士 听杨川南说 此人还是通过他的渠道 勾搭上了祈祷 都指挥史思的经历 职权与周民相同 张巡甫若有所思 片刻后质疑道 为何你与杨川南不及早联络 本官坦诚不公 李妙真腰背挺的笔直坐姿从一开始就没动过 只是转动小麦色的瓜子脸淡淡道 经查之年 朝廷党争激烈 焉知魏清衣是不是打算趁着这个机会拔出其党各地的官员呢 本官戴天幕寿 自当客进职守 擅抚黎民 严惩贪官 才算不辜负陛下信任 为公信任 张巡甫沉声说道 李妙真撇撇嘴一脸不屑 来一千刀的园景帝 许清安能猜到 二号此时的心理活动 他疲惫的吐出一口气 敲了敲桌面 引来三人侧目 声音低沉 这人我认识 三人吃了一惊 许清安凝视着肖像话问道 他是不是个瘸子 对 梁又平曾在剿匪中跌落山崖 摔断了腿 那家伙的话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啊 亏老子当时还被感动了 许清安又有了骂娘的冲动 同时 他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状态真的很差 因为 当时都没想到施展望气数 看一看那人说的是真是假 换成平时 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疏漏 怎么回事 张巡浮忍不住发问 许清安一边白手一边捏眉心 巡浮大人 我现在脑子乱得很 容我去个地方 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 说着 他看向江绿忠 江金罗陪我去 江绿忠看了眼张巡浮摇头 魏公的命令是 时刻跟随保护巡浮大人 好吧 也有道理 万一我们回来后 发现巡浮大人的脑袋 被人摘走当球踢 那就安逸了 许清安说道 那喊两个银罗陪我 再借我三十名虎奔位 他不承认自己有点害怕 一切都是为了稳妥 我陪你 李妙真表现得很积极 许清安立刻改口 江金罗 我要三个银罗 李妙真一阵无虞 这个小铜锣不信任他 李妙真露出了些许女子姿态 恶狠狠的刮了他一眼 恶情 许清安带着三名银罗 三十名虎奔位 以及李妙真和苏苏 众人骑马出了驿站 奔向了黄渤街黑市 有了不久前 大部队冲动的经历 巡城的士兵 一看打羹人 拆服蓝都没蓝 反而自觉让路 京城来的巡抚队伍 有便意行事之权 出了内城 很快抵达黄渤街 一群甲州鲜亮的虎奔位 冲入黑市 引来路人的警惕和敌意 纷纷的退避 许清安带队来到了 丁十五号铺子 恶然发现大门紧闭 门窗黑洞洞的 里边没有亮灯 他心里一沉 挥手让虎奔位包围铺子 打算强闯 等等 李妙甄喊了一句 他从腰包里掏出锦囊 打开 一缕缕清烟浮出 从门窗缝隙里 钻入铺子 许清安称赞 完美的探子 李妙甄矜持的恩了一声 道门可真有意思 一气话三清 天地人三宗修行的路子 完全不同 地宗修功德 天宗修末的感情 人宗反其道而行之 把好好一个角色 道姑修成了狐媚子 许清安心里付匪的同时 忽然想到一个点 天人两宗视如水火 莫非正是因为相反的修炼路子 而地宗修的是功德 两边都不沾 所以跟两宗的关系 都还可以 没冲没冤 见面还能礼上往来几句 否则 李妙甄这个天宗圣女 也不可能加入天地会 骆玉衡那个道手 也不会赠单要给金莲道长 果然左右逢源才是王道 正如我家在临安和怀请之间 两边都能讨好 两边都能撩 脑完美 这时 几缕青烟 鸟鸟挪挪的返回 在李妙甄耳边 低语片刻 钻回了锦囊 李妙甄说道 铺子里没人 也没埋伏 许其安当即挥手 带着三位银罗破门而入 楼上楼下搜查 铺子里一切陈设都保持原样 没有被破坏 锁着的抽屉里 甚至还有二十两银子 许其安选择把他们充公 收到自己的钱包里 没有打到痕迹 没有搜刮痕迹 铺子的主人 仿佛只是暂时离开 许其安搜查无果 带人出了铺子 走向林铺出来 看热闹的老板 这家铺子也是卖狗肉生意的 你过来 本官有话问你 丁十六号铺子的老板 顺从的走了过来 低眉顺眼 大人 丁十五号铺子老板去哪了 是有几天没开业了 他铺子里养的姑娘都跑我这里来谋生了 十六号铺子的老板有问必答 但不说多余的话 什么时候关门的 三天前 三天前 他瞄的就是我走之后 许其安目光微闪继续问道 十五号铺子老板是不是瘸腿那个 是他 不过不是原先的老板 不是原先的老板 许其安心里的某个猜测得到证实 原先那个老板呢 瘸腿的新老板 什么时候开始接手铺子的 十五号铺子换主人大概是一寻钱 原老板去哪儿 我就不知道了 许其安又问了周边其他铺子的老板 得到的回复差不多 周边店铺老板 也对十五号铺子突然换东家这件事很惊讶 不过黑市里人情冷淡 没人往心里去 返程的路上 马匹缓行 许其安不知道第几次捏了捏眉心 李妙真侧头看着他 声音透着成熟女子的瓷形 你似乎经历衰竭 也好 叫你知道我不是色胚 李将军似乎对我有误会 认为我是个好色之徒 不然何以派苏苏姑娘来迷惑我呢 难道不是 面对许其安一言不合就 A上来的行为 李妙真选择硬钢 我在冲击炼神境 已经很久没睡了 许其安解释 他没具体透露是几天 冲击炼神境 李妙真微微的睁大美眸审视着他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一直误会了 见到黑眼圈浓重的许其安 任谁都会下意识的觉得对方纵欲过度 而不是率先想到冲击炼神境 随后在天地会内部 听一号评价许其安是色胚 沉迷叫方思 好色之徒的印象从此加固 就算这是冲击炼神境带来的变化 也改变不了你是色胚的事实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有多了解你 李妙真暗道 不过他有些好奇 这小子熬了多久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